如果422這個環境基本上是穩定版 你不要亂搞它 它基本上很好用的 基本上前面的簡單範例用這個先可以run 等到你已經很熟了 你要再怎麼改版 你就再去用最新的SDK沒有問題 不過你還沒有很熟之前 我建議你暫時先用這個比較保守一點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工作區 那同學會遇到就是說 我的工作區 我們的工作區我是放在這裡 就是這個104 031 4 Enjoy這裡面 那比如說我這裡面上個禮拜這個 假如說我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专案那你會發現 在工作區裡面 就是他會把你的专案放在這裡面變成一個資料夾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將來 比如說遇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假如換了一台電腦回家之後 比如說回到家 那如果說你回到家之後 你這個專案怎麼樣 是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先把我做一個模擬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現在這個專案區裡面有這個 那我把它先刪除 就表示說 這個專案是不見的 那我要怎麼樣把剛剛 我放在桌面上的專案再匯進來 對不對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發現怎麼樣在這邊可以開 回到家就開不了了 要重做了 所以示範一次 特別注意 如果你把舊專案刪除的話 記得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個刪除 記得要打勾 因為你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他刪只是刪這裡 他背後的工作區裡面 還是 會有 那個資料夾存在 你就永遠匯不進來 因為名稱一樣 專案名稱一樣 你就匯不進來 我示範這個 像我同學 這個 這樣沒打勾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理論上 我如果在賄賂的話 這邊有個賄賂 賄賂剛剛 我放在桌面上 因為我 我已經把它刪掉了 那 賄賂的話 我習慣用哪一個 一般事項 第1個 第3個 賄賂現有的專案 是 工作區 下一步 瀏覽一下 放哪裡 桌面上對不對 所以你在桌面上 那當然你可以點桌面 按確定 他會自己去找到 可是你會發現 理論上 應該這個地方 不會是灰色的 可是為什麼現在是灰色的 因為我剛剛刪除的時候有沒有 沒有把刪除打勾 沒有刪除打勾的話 表示說他只是刪 專案這邊的那個名稱 但實際上 他那個專案還在不在 還在 在哪裡 在你的工作區裡面 所以如果你這個時候會就會不進來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手動到你的工作區裡面 工作區裡面在哪裡 低疊底下這邊 剛剛刪 沒有刪乾淨對不對 你這個時候呢 再到 你的工作區裡面的根目錄 他還是在 怎麼辦 手動刪一下 再刪一下 不要刪錯了 這個應該沒錯 刪掉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試一次 上一步 我動作都做一樣喔 瀏覽 一樣找桌面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剛剛是灰色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不會是灰色的 可不可以灰進來 可以灰進來 OK 就OK的 就可以怎麼樣 利用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如果說要把剛剛在桌面上面那個專案 放到 就是我的工作區裡面 記得這個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忘了打勾會怎麼樣 它就變成連結了 那什麼叫連結 就是說 你做完的喔 看起來好像是存在工作區 但實際上不是 它還是存在桌面上 它只是連結而已喔 所以特別注意 那我的習慣是把它 複製過來 再把桌面上那個砍掉就算了 不然的話 要不然你要記得版本 可能你 有新版有舊版 你不要搞混了就好了 OK 我習慣是打勾 把它匯過來 這樣子的話呢 就不會說這邊桌面上有 工作區裡面又有了 按完成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怎麼樣 就會出現 這個 就出現了 Multi Button 那當然 會進來之後 如果有類似像這種 插插的話 你可能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哪個地方有錯 基本上 會進來有插插的話 那 怎麼辦呢 幾個方法 好了 按右鍵 內容 確定一下他Android的SDK 有沒有問題 看起來沒問題 看一下這個 這個都 Android 裡面他 Aclivity 抓不到 所以如果說遇到這種狀況 我教各位 幾個技巧 因為他這個環境說真的 有時候還是 常常跟你出現一些 莫名其妙的狀況 我有幾招叫各位 第一 按右鍵內容 把Android的版本 換成別的 套用一下 再換回來 再套用一下 按確定 恢復正常 這書裡面不會講的 這個是 讀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就好了 好了耶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他其實就想 匯錄之後 也許他的那個 SDK版本 他又錯亂了 或怎麼樣 反正就讓他跑一下 如果這一招不行的話 第二招 按右鍵 這邊有個 Fix Tool Fix Tool 這Android Tool Android Tool 裡面有什麼 Fix 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什麼 修正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Property 就是把他fix一下 這樣有時候fix一下 又好了 所以 這個環境你說他 他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 那為什麼會這麼不穩定 其實到底很簡單 因為這個環境其實是拼裝車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的底層是Java JDK 對然後呢 他又去 用Eclipse 然後呢 又用 Google是自己弄了 ADT加SDK 所以 三家公司的東西 把它併在一起 但是 誰主導 沒有人主導 所有都是開放 都是 開放軟體 那 所以怎麼辦呢 到底誰的錯 沒有人有錯 因為他是免費的 他也沒有收到你任何一毛錢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變成說 你要自己去搞定 所以 微軟 微軟你說他要錢 他要錢OK啊 就是 如果我今天付了錢 當然就要享受那個 應該有的 所以他幫你整合好好的啊 對不對 而且他 不過說真的那個費用實在 太貴了啦 相對起來 這個是完全不用花費的 微軟是花很多錢 所以最近好像聽那個微軟的執行長 好像講了一句話說 微軟的那個 就是他的軟體 走向開放軟體 就是跟Google一樣 是勢必的趨勢 只是說什麼時候開放 不知道 因為他不開放也不行了 因為勢不可擋嘛 這是一種趨勢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匯進來 那 如果說 像這個專案 如果你們等一下要的話 我乾脆把它壓縮起來 然後 我把它放到雲端上算了 如果有需要的同學 有沒有 自己再把它下載 然後 再把它解壓縮 算了 我把它放在 雲端上面好了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在 在這裡面好了 我乾脆把它放在那個 看 一樣雲端 雲端白板裡面 裡面的這個 這個專案裡面 如果有需要的同學 就自己再把它下載下來就好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你可以試試看 我剛剛的動作就是 在你的工作區裡面 你可以先把它 搬出來 然後試著閃閃看 這些其實都必要 我發現很多同學不會 大概就會做 但是不會去管理你的專案 也是一個問題 的問題